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秋日的红风 从清脆到火红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才绽放出最为耀眼的光彩 谭松韵的演艺之路亦是如此 从最初的青涩新人 到如今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派演员 每一部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坚持 在《甄嬛传》中的唇耳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纯真与灵动 在《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 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坚韧与深情 每一次角色的转换 都是他不断突破自我 勇于探索未知的证明 在这个秋季 不妨想象一下 漫步在铺满红风的小镜上 脚下是落叶的沙沙声 眼前是谭松韵在光影交错中 缓缓走来的画面 那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只剩下他温暖的笑容 和秋日的宁静美好 这样的场景 不仅是对视觉的享受 更是心灵的慰藉 谭松韵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秋天独有的韵味 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了一丝宁静与温馨 随着秋风的轻浮 红风的绚烂终将归于平静 但谭松韵带给我们的感动与美好 却会长久地留在心中 在这个秋意正浓的季节里 让我们一同期待 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够继续以更加精彩的表演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就像那不惜的秋风 吹过十里红风 也吹尽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提到谭松韵 观众眼中她还是一个娃娃脸的小女孩 但实际上她已经年满34岁了 然而 无论是日常分享 还是无美研修式的活动照片中 她却都展现出由内而外的活力与元气 丝毫不见30家的痕迹 不仅如此 谭松韵还是娱乐圈一股清流 对青春校园剧中的灵动女生 和职场剧中的干练女性 都能够精准把握 角色塑造栩栩如生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合作的男演员 既有年长7岁的自身演员王凯 也有年轻9岁的新生代演员宋威龙 长相本就鲜嫩的她 反而跟弟弟们是配度更高一些 谁人不爱用作品说话的女明星啊 何况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灵家山系 穿搭小姐姐 其独特的魅力更是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以至于有人称赞 她的美 跟时缘李美一样 没有攻击感 清和力满分 最近 谭松韵又写新剧《你比星光美丽亮相》 在这部作品中 她所饰演的女主角 不仅勇敢地追求事业 更在情感上展现了女性的独立与坚韧 这个主题是不是像极了刚刚过去的《玫瑰的故事》 《玫瑰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独立且闪耀的女性形象 刘亦菲饰演的黄亦玫 蓝亦颖演绎的观之之 万千塑造的苏苏 以及朱朱全世的江雪琼 她们在事业中绽放光彩 她们告诉我们 女性 无需被情爱所困 无需被婚姻所付 只有独立与强大 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你比星光美丽》也一样 剧中女主角与男儿的感情渐行渐远时 她并未沉溺于过去 而是选择了放手 选择了前行 这样的女性形象 无疑是对新时代女性的一种生动诠释 有意思的是 主题和艺术剧《你比星光美丽》很像之外 该剧还完美接过了《玫瑰的故事》的大旗 其热播程度堪比《玫瑰的故事》 上线首日全网热度 即以9515.34的热度值飙升至第一 更新至第九集时 实时收视与热度均是第一 播放量轻松突破两亿 真是大爆了 本剧最突出的一个点是 国产剧中 分手戏往往充满了狗血与冲突 而《你比星光美丽》的分手戏中 没有出轨 没有背叛 只是因为男主角渴望家庭的温暖 而女主角则一心扑在事业上 因此这段分手戏中 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理解与尊重 看到了更多的不舍与祝福 这样的分手 无疑是国产剧的一大进步 由于谭颂运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再次挑战自我 第四次饰演大学生角色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将继心的坚韧与独立 展现得淋漓尽致 恶意差评也随之而来 那些黑子们 揪着他的年龄大作文章 试图用年龄来攻击他的演技 但这一次 央视没有保持沉默 而是果断发文声援 此力挺之举真是振奋人心 谭颂运曾在从青春校园剧 《最好的我们》中 有出色表现 在家庭剧《以家人之名》中 亦有深情演绎 再到古装偶像剧 锦衣之下 和《向风而行》中的精湛表演 这些均展现了 谭颂运出色的艺术魅力 和扎实的演技功底 这次的《你比星光美丽》 活该又爆了 寄星必将再成为谭松韵的 又一经典银评角色 徐凯 这位2016年才展露头角的新鲜血液 短短几年时间 便参演了20多部作品 展现出开挂般的演艺节奏 他的成名之作 《演习攻略》中 徐凯以复衡一角成功圈粉无数 凭借出众的颜值 俘获了观众的心 然而 赞誉声中 一伴随着对演技的质疑 他一度被贴上小白脸 演技尴尬的标签 面对外界的评判 徐凯并未止步步前 反而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 开始了演技的自我修炼之旅 徐凯深知 要摆脱花瓶形象 就必须在演技上有所突破 于是 他开始尝试各类角色 从古装到现代 从正剧到偶像剧 全方位拓宽戏路 与白露在烈火军校和招摇中的合作 虽扬眼吸睛 但演技上的僵硬与不足 依然未能彻底消除 与吴景岩的二次合作 演习攻略后再续前缘于上时 尽管两人默契有存 但徐凯的表现 仍未达到观众期待的高度 与杨子在《香蜜城沉浸如霜》中的合作 徐凯的演技虽有所进步 却仍未能找到最佳状态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徐凯饰演的韩婷一角 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这个角色不再局限于高冷帅气的形象 而是拥有了复杂的情感层次与鲜明个性 徐凯的演技在此剧中实现了质的飞跃 他将寒婷塑造得鲜活立体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肢体语言乃至情感爆发的瞬间 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令人拍案叫绝 观众惊呼 这还是那个徐凯吗 感觉像是换了个人 徐凯的蜕变 让业界与观众对他有了全新的认知 徐凯与谭松韵的合作 无疑为你比星光美丽增添了无尽魅力 两人的CP感犹如此是般强烈 每一个眼神交汇 肢体接触都仿佛一出屏幕的甜蜜 令观众直呼太上头 这种浑然天成的默契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他们对角色深入理解后的自然流露 以及彼此间高度的共情与信任 网友评价 看他们俩的戏 感觉就像在偷窥别人谈恋爱 太真实了